他其實是以前有一陣子很常說 有沒有要再生一個妹妹 這樣子那樣對 妹妹 對他就弟弟他不要了 他只要妹妹 我說謝謝 喔老公你說驚喜嗎 其實蠻多的耶 因為像前陣子他很忙在演出舞台劇 跟就是有拍 正在拍攝新的戲劇這樣子 然後大概八九天不在台北 然後那時候我也開始排練 我的音樂聚合 所以其實我們兩個都很忙 但是因為我在台北 所以變成我跟公公 就是要負責照顧兩個小孩的部分 然後那時候就是也是 每日每天 因為保母也不好找 就沒有找到 然後後來他的上禮拜回來以後 就一手攬下所有的育兒工作 我就覺得很感動 就他不是那種會這樣 這樣很 很浪漫啊 帶小孩很累耶 這個很浪漫耶 對啊這個很浪漫吧 對然後他就會很霸氣的說 今天我送你去上班 然後就是送完小孩就帶我去排練場 不得關心 明改的音樂 明改的音樂 什麼音樂 因為什麼 沒有人啊 沒有沒有 雖然今天的衣服很容易看起來很像有 但沒有沒有 就是我 對真的還沒有 最近應該不太可能 因為就是雖然我們就是 我們都很喜歡小孩沒錯 然後也不排斥未來有第三台 可是他今年算是蠻不錯的 然後我現在也接了音樂劇 加上姊姊跟弟弟 他們現在的狀態也是很需要爸媽 所以我覺得我們已經有點負荷不了 如果再生一個小孩的話 就是沒有辦法完全陪伴或什麼 就是現在已經覺得有點吃力 需要家人幫忙了 所以算他應該算是不會考的 還是生弟生 不排斥 因為就是我們都很喜歡小孩 然後尤其是楊明威 他超愛小孩的 他其實是以前有一陣子很常說 有時候再生一個妹妹這樣子 那對 妹妹 對他就是弟弟他不要 他只要妹妹 他剛才是用這種表情問你 對不對 就他有時候會開玩笑說 妹妹再給妹妹 這樣 我有點傻 不要這樣說 欸我們在聊什麼 你說 秉人的臉嗎 那他這樣邀請你已經會起床了 我說謝謝 謝謝 你怎麼還要 我是啊 我們現在是共識的狀態 就是三胎先緩緩 我們不會不會 我們都有做好安全措施 你出兩胎有在這個措施嗎 兩胎也都有做 哈哈哈哈 沒有啦 這現在沒有這個計畫啦 真的是沒有這個計畫 房子沒有 買不起 還買不起 又有想法 但是就是它 是有點在路上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講好 就是以後買房子就是要給他們 就其實有點是為了小孩 所以你的裙子真的很像 對啊 真的有一點 對啊 你說很像是不是 沒有啦 沒有啦 是我體態保持不到 我真的就不要運動了 好了不要摸了不要摸了 會讓人家互以為 完了完了